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 新特市長 郭鳳安 郭鳳雅了 說今年蔡美的中秋月餅的日子 是新特館一間替班修的休假店標到 最剛好的是這間的負責人 就是新特市工廠發展 島主市政會的委員 他的女兒也讓聘人做市府的青年委員 議員來正義 沒做好到利益的負責 新特市府是回應說 蔡美流程都以法來辦理 正在評論完 李正弘再來押了 說另外一個 在那新特市長區民主黨的土警案 是由省應這間建設公司來輔責 說李重庭的處處林美苑 就是這間公司的董事 說這個土警案就是郭鳳安任來設定的 至於這個基準有對決的關係 如果針對這間 新特市府也不回應 我們領過的店 讓你吃甜甜 這是新特市政府今年三月中秋月餅的禮物 不過環境保障的背面 訪大來看 超商竟然是來自新特館 現在有個下車 特別的超商負責人 認知在市府的港出口 特別的超商是和新特房秀 在新特館市都有開店 現身的負責人可以下五十七百人標案 但是他另外一個新婚 就是市府港出口委委員 他的酒店就向市府成立委員 外界就接近沒有利益會逼 有另外一家知名的伴手禮店 更是高評專業 那他的投標金額比起沈先生的投標金額 還要來的低十幾萬左右 但是在最有利標的評選過程當中 卻沒有辦法被評為優秀 得標的廠商 面對這期 市府會員一切過程都以法辦理 不過市府評論員李政河 占對道經安也要了 提出更方案清新當他們的公文 這次另外一個新特市 當局民主黨的道經安 有生意建設來負責 黨首長當本市當時是 立內地到主公謝黨首長 如果這件公謝黨首就是臨美院 它在到今年三月才立結 今年加過臨美院就回憲中買下去 作為理重點 不過方案期間有夠有關聯 走正常的都更程序都是相當複雜的 至少都需要二到三年的時間 都經安推進的速度 到底有勞進 只空這年六月主辦公天會 八月新清企會縮準 公方案就前表後 今年四月記憲公辦的公天會 六月開道經的審議會 七月齊富的按照 宣定的價位公告實施 面對這期齊富目前是沒有活用 是說道經安四之輪 總是四人去出頭的臨美院的心想 也能發到更多財商 而且也能發生 蘍珠